前面的911 Speedster 其實它不是最新的992的加速成員 而是991的最後一款新車 但它有三個特點 令到這架911 Speedster 成為獨一無二 和很有收藏價值的開門跑車 三項特點 第一是限量生產1948架 為甚麼是這個數字 稍後解釋給大家聽 第二是全部只有首波 是6前速首波的選擇 亦都沒有7前速 亦都不是PDK 為甚麼會選6前速 亦都是稍後給大家解釋 第三是保時捷的GT部門研發出來的新車 基本上是按照991GT3的底盤 所以說它的操控 應該是很有賽車的血統味道